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專注遊戲的狐狸牧場 我是赤狐 自由的成長造就了主觀的思想 就讓我們主觀的一起來閒聊 歡迎收看今天的遊戲閒聊 距離《寶可夢珍珠鑽石》推出沒有幾天了 想必大家都很期待 或是都等著看笑話 但是遊戲明明就還沒有推出 從前陣子開始就有不少遊玩影片外流 原本以為是遊戲偷跑了 但是後來在一些影片的網站上面 甚至可以發現 有人用手機玩、用電腦玩 甚至還玩到全破了 之前才有跟各位聊過關於盜版的話題 今天的影片就來換另外一個方向聊一聊 那就是遊戲公司的防盜行為 盜版遊戲的出現 從過去到現在基本上都沒有停止過 比起賣盜版的衣服還要花錢買 盜版遊戲可以說是一元都不用花 仔細想一想 這個行為跟竊道沒有什麼分別 但依然有不少人始終不能理解 甚至連給遊戲公司的基本尊重都沒有了 寶可夢金燦鑽石明亮珍珠 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也是近期我看到相當誇張的一個案例 遊戲預計推出的日期是11月19號 但是我大約在11月9號左右 就開始在各種地方 看見寶可夢真傳的遊戲影片 甚至有些影片誇張一點的 直接完整的記錄了一週目的內容 對!就是他們已經全破了! 我原本以為只是行徑誇張的偷跑 直到我看到了這個! 用模擬器在手機上玩真傳的畫面 這時候再傻的人都很清楚了 這就是盜版! 但問題來了啊 遊戲都還沒有上市 你的遊戲就被盜版了 而且這些盜版的還如此明目張膽的玩 遊戲公司卻什麼都不做嗎? 如果單就偷跑這個行為來說 Switch上不少遊戲都有偷跑的潛力 甚至可以說是常態了 以前在預購遊戲的時候 發售日期的前兩天 店家就會打電話來要你去取貨了 而一些誇張一點的地方 甚至會提早個一個禮拜都有可能 但偷跑後 基本上大家都只能安靜的玩 在3DS的時代 寶可夢日月 歐美的版本偷跑的提早太多了 也因為這樣延伸出了不少問題 當時的任天堂給出的決定就是 如果在遊戲發售之前 你就玩了那款遊戲 並且連接到網路 那麼你的主機就會被判定是非法的 直接BAN掉 而在各大影音平台上 也都有透過版權的保護的合作方式 來阻止在發售之前這些影片的外流 這也是為什麼 有些店家在給你偷跑遊戲的時候 會提醒你說 不要連接網路玩 小心出事 偷跑本身的問題 不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 但為什麼要把偷跑放到這裡來說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 偷跑導致駭客可以提早破解遊戲 讓盜版遊戲 比正規的正版遊戲 還要快速的在市面上流通 而這次的珍珠鑽石也遇到的就是這個問題 不過還真別說 這還真不是寶可夢的第一次 在之前日月偷跑的時候 之所以會要BAN掉 有很大的原因 也是因為當時的日月被破解了 尤其在上市前 改獸就已經在網路上流通了 比我熬夜閉上眼睛睡著的速度 還要快扯 比扯鈴還扯 不過這次更扯的是 連影音平台都擋不住 盜版的畫面流出 所以問題回到開頭 難道遊戲公司都不管了嗎 這對他們來說是很大的利益損失吧 實際上各大遊戲公司在對抗盜版上 都已經是老經驗了 不論是任天堂的GBA、NDS、索尼的PSP 不少人都有玩過他們的盜版遊戲 但是老經驗了不表示有能力對抗啦 只能說破解的人在破解上 那也是老經驗了 以任天堂來說 GBA以前的主機 可以說是幾乎沒有防盜的機制 到了NDS 甚至方便到有可以讓玩家 自己下載檔案 自己拉檔案到R4卡的存在 並且這些R4卡通常都還會有方便的選單畫面 讓玩家可以整理自己下載下來的遊戲 當時的任天堂無法解決自己遊戲被破解出來 於是他們做出的手段是 提告製造R4卡的公司 解決不了自己無能的問題 就解決那些讓自己看起來無能的人 這套路是真的還蠻厲害的 2008年的時候 任天堂聯合了54家遊戲公司 包含卡普空、萬代、史克威、艾尼克斯等等的大廠 對三家R4卡廠商提告 最終在2013年 法院判定任天堂勝訴 最終判賠9500萬日幣 並且從2012年開始 就不得進口R4到日本 台灣也在後來的法規規定不能販賣 但是各位要知道 任天堂的3DS在2011年就已經發售了 也就是這場任天堂的盜版戰役 達到了NDS的壽命結束才在日本獲得了勝利 這也是為什麼不少玩家 可能以為在NDS上任天堂沒有作為 實際上是他成功的時候 你各位早就已經不玩NDS了 而那些該買的該下載的早就已經弄好了 但至少在歷史上 任天堂針對盜版成功的打了一場勝仗 而從那之後 任天堂最強法務部的名稱 開始席捲全球 你盜版我可以我告訴你 在今年一個未於美國的盜版網站 提告的判決終於出來了 判賠任天堂210萬美元 網站負責人因為已經破產了 法院判賠每個月償還50美元 分期付款3500年 又是一個盜版人士的人生 被綁在了任天堂的身上 實際上到了3DS 任天堂依然還是又被盜版 但相較於NDS的便利性來說 或許剛好NDS的R4的案子判決 是在2012年到2013年左右 3DS的破解就是在比較低調的情況下進行的 而也從這時候開始除了提告之外 任天堂也說出了另外的手段 就是前面提到的BENG 只要連線遊玩有經過任天堂的伺服器 伺服器都會針對遊戲片做出檢查 抓到你是盜版的 那麼你的遊戲機將永遠不能使用任何網路服務 包含更新也不能 不然每次都是被盜版之後才提告 等到告完了大家也玩完了 好啦那時間來到現在的Switch 任天堂又在盜版上做了些什麼呢? 其實我們先不論任天堂做了什麼 或許是因為過去任天堂的法務部真的很強 被抓的人生直接登出 就算分歧也只能當一輩子任天堂的打工仔 也或許是現代的玩家的普遍素質有變好 從Switch推出到現在破解是有啦 但普遍多數的玩家還是會選擇支持正版 而在這代Switch發燒的初期 任天堂的服務條例裡面 就直接有提到關於BENG的條款了喔 累積了過去的經驗任天堂最強大的招式 不是透過資訊技術來防止自己的東西被盜被破解 他太清楚1-3還有1-3高 所以他的兩大絕招就是提告跟BENG掉 感覺好像在講很容易惱羞的直播主 實際上他們還是有做事啦 相較於Sundies的遊戲片來說 Switch的遊戲片有加入了更多的辨認標示 所以任天堂可以透過檢查 就能夠知道你在玩的遊戲是正版還是盜版 也比較不會有過去BEN到正版主機的狀況 另外針對你在換金幣的時候 也會被任天堂給檢查 透過不斷的比對資料 讓盜版的玩家即使真的玩到了 也永遠無法體驗到網路連線 以及遊戲後續的更新內容 甚至你只要有玩過盜版遊戲 之後即使玩正版遊戲也依然有被抓到的風險 讓自己的主機不能連接網路 連正版的遊戲都沒有辦法在自己的主機上玩下去 另外有一種說法是 因為Switch上的遊戲都會有各自的號碼 也因此如果是透過這片遊戲片盜版出來 被抓到之後 原本的那片正版遊戲 也就會被沒有辦法正常遊玩 如果這是真的 那麼或許日後在買二手遊戲的時候 也多了一個東西要防範呢 看起來任天堂這次的防盜做得很好 但我們都知道 或許比起他做得好玩家的素質的變化 或許才是真正的主因 例如這次的寶可夢好了 如果真的如此成功 這次就不會如此的誇張 如果以目前的狀況來看 遊戲偷跑導致遊戲被盜版 甚至可以在別的平台運行 那麼甚至不用擔心自己的Switch會被Band 用手機玩用電腦玩就好啦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遊戲公司又該如何好好的防盜呢 前陣子寶可夢真傳 有發布了更新的消息 在遊戲都還沒有上市就發布更新 我在想很大的目的 就是為了打擊盜版 希望透過盜版不能更新的方式 來讓盜版的玩家 永遠無法玩到完整的遊戲內容 但前提是你要確定你自家的更新 不會也被盜版盜走就是了啦 要是連更新都被盜走 在我看來 那不過就是在發售之前 讓盜版的玩家享受到了免費更新 讓支持你的正版玩家 支持你還要被罵盤子的正版玩家 玩到一個網路上 到處都是的假新遊戲了啦 或許遊戲公司也該好好的思考 該如何照顧好這些 願意支持自己的正版玩家了 坦白說這次比起盜版 或許我更無奈的是 我常常在影片裡面說 現在正版的意識抬頭啊 現在的玩家數值普遍升高啊 但在那些盜版真傳的影片當中 我看到不少留言的論述都很神奇啦 喔我來抵制盜版 不過真傳沒關係 或許遊戲公司今天做出來的作品 你不滿意啦 或許你對他的期待真的很高啦 或許你覺得遊戲公司就是不用心啦 但我都不覺得 這是可以合理化盜版的理由 透過盜版打擊遊戲公司 不是你自己不要買就好了嗎 有興趣就買 沒有興趣就不要買 除了賣賣遊戲公司 連那些想要買的人都一起賣賣 這樣跟獵巫有什麼不一樣 一款遊戲如果真的擺爛啊 遲早就真的會走入歷史 那只是時間的問題 對於想要玩的玩家來說 我們就只是想要 輕鬆的玩個可以接受的遊戲罷了 其實很明顯啊 目前各大遊戲公司 都沒有一個真的能夠防範盜版的方法 最多就是讓盜版的玩家 無法在主機上連線 藉此來剝奪他們完整的遊戲體驗 等之後抓到了 再來提告 不過現今的遊戲 確實不少都需要網路服務 尤其是日後的遊戲更新也越來越多 或許這些更新 就是一種防止盜版的方式 也說不定喔 當然也有可能是遊戲公司 沒有做完之後再補再找理由啦 不曉得各位針對遊戲公司的防盜 有什麼想法嗎 你們覺得有什麼方法 可以更好的防盜的嗎 另外針對這次徵傳被盜 又有什麼想法呢 都歡迎留言分享喔 那這次的影片就在這裡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記得下次要來看喔 我是智虎祝各位遊戲愉快 我們下次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